又欢迎收看黑皮Channel 大喜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黑皮哥培勇 当初为什么参加Be My Star DJ 因为抱着一个梦想 然后来进入了这个比赛 因为当初我在练书的时期 就已经很爱主持很爱讲话 所以遇到这个机会 就不要错失就马上参加 所以只要不管你是抱着主持也好 或者是拍电视剧电影 任何一个跟演艺事业有关的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不是要打任何的广告 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成为我的Junior的话 就记得参加Be My Star 2.0 我们的比赛现在在进行着招募 OK 赶快来报名 以前就比较含蓄跟内向 然后自从遇到一个女生之后 就开始变得奔放起来 完全彻底大改变 我从一个你知道 住山洞的一个吉兰丹小朋友 然后来到吉隆坡 其实当初一进麦的时候 讲真的是完全彻底改变 原因是因为我从不管是内到外 我都是一个比较不怎么会打扮 然后思想是很奇怪 然后不管是新年DJ Meyyan 或者是以前的阿罗西 每次看到我都摇头点 就一直讲 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多问题 所以不管是在我的生活上 我的行为 或者是我任何一些方面的 总之全方位的 让他们彻底的改变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培勇出现 OK 这个真的要感谢 我的老板叶伟良先生 因为当初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有跟我说看中培勇是他的个人特色 但是他个人特色以外都是垃圾 然后我的语音口条 是当初Be My Star DJ 八个里面最烂的 所以靠后天努力 然后老板就推荐一些 马来西亚很顶尖的一些口条 语音老师 把我们进行一串的培训课程 所以之后就把基础打好 才可以做到今天 不管是在YouTube也好 或者在主持这一块都好 比较能够收放置入 撬屎 我连前比音后比音都分不清楚 你要说话真的是一个超级难 好累 为什么讲话不能轻松一点啊 那些人讲话都这样随随便便的 对不对 真的华文太难了 所以要好好把训练好 基础要打好 如果我私底下一个人还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住神经病院的 没有我是一个 不管是对人或者是对镜头 我都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兴奋 我是比较属于过动的 每个人见到我都会这样讲 可是私底下的时候我会大部分都在思考人生 跟未来的方向 就比较多是在思考到底自己要什么 然后很多东西是你要自己去安排 我私底下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比较属于冷静性 跟稳重性 目前呢我要当一个 我从19岁开始就希望自己可以赶快找一个女朋友 我是每次思考到 哎有些东西不要烦了 脑海来 没有啦就大部分都是从我生活上还有朋友 我告诉你要知道物与类聚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对的 你是怎样的人就参怎样的朋友 我的生活圈子大部分都是智障跟白痴 所以他们都很好笑 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废人 那你真的要见识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真的比我废200倍 所以从这样废的朋友当中你可以得到很多点资跟乐趣 所以把它从我生活上的每个点滴 然后变成影片跟作品跟大家分享 就很融洽就偶尔会小潮 但是那种斗嘴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跟家人也是一样的 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咪 我妈咪是一个超可爱的人 然后就是她很容易生气 但是我很喜欢弄她生气 因为她生气的时候全家人就笑了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家庭氛围 但是很幸福 她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就是生我这个儿子 妈咪跟爸爸呢不管从小到大 我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都超鼓励我 没有反对任何我截至目前做的事情 最主要是儿子乖啦 满败 有报应吗 算高度长得不怎么明显高 肤色就是没有开灯就看不到我以外 基本上其他都ok的啦 如果适应到找到另外一半呢 ok啦这样我这种始终是实力派 所以我从来不安 我自己讲的心虚哦 其实目前呢我是觉得 父母亲给我的一切我都很满意 我眼睛可能60分 鼻子60分 嘴巴60分 每个刚好几个但是凑起来 哎 竟然可以看哦 哦 ok 啦 hello 哇 哇 警察警察 怪叔叔 衣橱有什么衣服就拿 然后最靠近我的手的就拿 然后这种是比较属于赶时间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for拍摄或工作的主持那一块的话 我会有一些比较指定的装扮 为自己做一个造型打扮 这样子 其实我认真想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打扮 我是按照不让时间点的不让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去改变的 而什么东西影响我的口味呢 就是我那段时间接触的朋友或者是大家给的意见 我就会去按照他们说 给我的建议去慢慢摸索 然后找寻自己最舒服的点 so far 每个人都会给我很多意见 因为我其实讲成入行之后 不管是在电台也好 电视也好或者是网路也好 我接触到的人很多 他们给的意见跟那个information很pack 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最难的点是你要怎么去筛选 所以回到很多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标准 然后我会按照这样多的一个给的意见去选我最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截至目前还是回到就是你到底多懂你自己要什么 这个很重要 没有 我是超讨厌做同一件事情重复性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健身它考验的不只是你的毅力更是你的那个精神 它真的很消耗你的那个体力跟精神 因为你重复性同一个举动一直做200次真的是会崩溃 所以我很爱打篮球 打篮球的话相对就比较 你知道有运用到脑部的这一块 所以真的超爱打篮球 OK 这些呢都是我平时会随身攜带的 这个就是相机 因为我刚刚早上就拍一些影片回来 所以就需要用到相机脚架 然后这个钱包 里面是基本上就是除了很多钱以外 就没有东西了 也没有很多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充电器 powerbank 还有比较属于电子科技类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有趣的 所以我也没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给你看 啊 但是这个一定要提 这个是我的防身护照 没有不是护照了 这个是我的保护层 彭于燕同款的墨镜 戴上去有没有彭于燕的感觉 人帅彭于燕 人丑讨人厌 这个也是贊助的 然后当初我为什么会接 是因为原来跟彭于燕戴同一款眼镜 我要感受一下什么感觉 原来问题不在眼睛 是人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真皮 哇有时候偶尔想念家乡的牛牛羊羊 哇还有牛的味道 这个颜色我蛮喜欢的 因为黑色 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的运动衣 啊这个我打我去打篮球穿了 我的战袍 哦看到吗 陪勇打篮球在马来西亚的话 学来比赛州队都好 我们的号码是4到15 所以4号是最小的号码 当初其实不喜欢4号的 因为我是吉兰丹球队里面最矮的 他们安排我第一个 算了 我之后就4号下去到现在 所以对我来讲4号是我的战袍 我的号码 诶有兴趣在下面comment啊 我可以记过去了 开玩笑开玩笑 然后剩下的就 啊今天早上拍影片了 然后今天早上我去见一个小妹妹 12岁 你看这么小就喜欢对偶像很重要 你知道吗 你看他就亲手为我做了这个卡片 可是很多人告诉我呢 小时候喜欢的对象都是有问题的 没关系 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谢谢妹妹 她12岁哦 但是她的字跟她的文采蛮不错的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妹妹的中文老师程度到哪里 您的subscriber 首先呢您是给 比较有年纪的人 我还年纪 你用您 您的subscriber 越来越多 当我看您的youtube channel时 我都觉得您的youtube channel很好笑 我是一个祝您快点找到女朋友 祝您身体健康 青春美丽 哎 青春美丽 not for guy 长命百岁 现在人没有活到一百岁了妹妹 OK 我是一个谢谢您选了我的阿姨 我的阿姨也是特别高兴被你选上 啊就这样啊 应该是有问过补习老师教怎么写的 啊这个要讲一下 这个也是今天早上拍影片的 这个什么 这个是真法术 也是一个粉丝送给我 我要跟你讲 妹妹 我是光头不是土头 OK 你要分清楚 截至目前呢 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complain 因为我选择性的不堪 请问你对我的孝顺有遇见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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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